而五月天团长怪兽主演的电影《逆转胜》开出了红盘 现在还推出了个人的双CD 收录电影原生带歌曲和过去的代表作 在台北的清唱会上 同门师妹佳佳和电影里头的死对头王世贤都到场来为他站台 被问到团员马莎的喜事呢 这怪兽装傻的说他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 深情的自弹自唱电影《逆转胜》主题曲《九号球》 吴怨田团长怪兽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在台北举办签唱会 主办单位除了邀请同门师妹佳佳前来站台 也特地准备了小惊喜 王世贤突然现身怪兽超级惊讶 而且他很够义气 不只人来还带了伴手礼 他手上这一罐来头可不小 这是他从前一天晚上忙到隔天亲自熬煮的高级燕窝 另外还附赠一瓶维他命 第一次站在只有一个人的舞台 怪兽虽然很不习惯 但还是忍不住要消遣一下团员 有人在后面打鼓啊 轰隆隆的 怎么样 你们不喜欢吗 被问起马莎的喜讯怪兽装傻搞笑回应 拒包给兄弟的红包会有多大包 他则说五月天早就定下标准 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 五四三二一这样递解 这一马莎他是第三位 所以他也就是刚好三 这个就没办法讲下了 马莎结婚后 五月天力只剩他和阿信还没有消息 不过怪兽跨组电影圈成绩亮眼 也成功拼出属于自己的逆转声 旧黄家里转台北 再谋一下 一本颜色的专场 我可以洗一下